兄弟们,今天我们在威山湖畔啊,吃一个六年的老公鸡,来看看这个凳子啊,这个是我们一个月前啊,我问老板订的,是六百是吧?六百,我们当时讲好的六百。六百,这有几斤重?五斤,五斤,五斤重。确定六年?确定六年。这个应该叫卢化鸡是吧?对,卢化。看,这个凳子,不会假吧?绝对不会假,你放心这个东西。 你们家都是卖这种老公鸡?也不是,我们主要就卖这种当年的鸡,这个便宜,这个一百六。几斤重?四斤往上。就华到四十一斤?对对,四十一斤。都是大地锅?全部就柴火地锅。这个要动几个小时?这个最少也要四个小时。能用高压锅压吗?不能用高压锅压,用高压锅压就把这个鸡子坏了。那想吃老鸡只能等是吧?对,只能等。提前定,一般都提前定。 看,再看一下这个凳子啊。这喇叭镜的老鸡啊,老不老只能看这个是吧?对,它有肉质,吃的时候也能吃这个。哦,有的那种假的啊,会用浇水去粘啊。我们来看看啊,这不会有浇水吧?绝对不会。拌一下你知道,可以拌一下。来来来,那得赶紧动啊。好了好了。哦哦哦哦哦,那个鸡,太有劲了,太有劲了。 这地方属于威山还是?这里属于滕州市庇护镇。哦哦哦哦,就都属于威山湖?哦,这里就是威山湖。哦哦,只不过我们这个地方它属于一个交界处。行行行行,赶紧动上。好,这个都赶紧了。要不然得天天才才吃到了啊。来,威山湖啊,一般是吃鱼啊。 然后我们今天搞一个土锅,老公鸡,再搞点小鱼小虾。我就喜欢这种横野的土菜馆啊,就在威山湖里头。啊,看,大地锅,烧鱼,烧虾,烧鸡。这个鸡绝对的老,肉看着紧着的很。但是鸡蛋就丢了了吧?有了,这道这道。哦哦哦,这个只有生的才能盘是吧?对,只有生的才能盘。看, 怎么盘呢?洗干净?洗干净,洗干净,因为用导则把手去掉。哦,就这样盘?对。哦哦,这个都是威山湖的鱼货啊?对。这是黄鳝。这是黄鳝。这是甲鱼。这是甲鱼。这是甲鱼。这个甲鱼有多重?这个甲鱼五斤旧量。卖多少钱?卖一倍吧。一百万。哦,这个甲鱼是两岁。哦,还有这个。哈哈哈,威山湖的。 小鱼小虾。我们来看一下,六年老公鸡是怎么烧的啊。油烧热下鸡是吧。这一步啊,很关键啊,就是油温,把这个鸡,鸡油给逼出来。这样炒鸡才香。这是三冬。 炒鸡的标准牛腾。 兄弟们看一下这个肉质怎么样。老太太烧柴,大姐,炒鸡。 鸡炒成这样啊。焦香焦香的,加下一步调料。 八角花椒,小茄,小茄。 干辣椒。 香的很香的很香的很。葱,姜。 小烧,四个小时的六年老公鸡。 小茄,小茄,小茄,有人吃过吗。 这是炒鸡酱啊。 然后对水就差不多了啊。 夏天到这种地步啊,还是相当累的。 香油。醋啊。醋啊。 醋啊。 一次性加满水吗。 对。 中间不加。 中间不加。 对。 这加的量啊,是蒸的足。 柴火顶上。 再来一把。 这只鸡真的是炖了好久好久啊。 我们是中午吃完中饭,在腾州过来的啊。 冻到现在太阳快下山了,冻到傍晚了啊。 透了吧? 透了。 漂亮,漂亮。 枣庄拉子鸡的灵魂啊,皱皮椒。 这样一上啊。 啊,这个鲜香。 就到顶了。 你尝尝我坐里,这个红烧鲑鱼啊,在腾州都是碎碎的。 红烧大鲑鱼,出锅。 这个汁水啊。 鲁子浓的啊。 来到微散户,不吃这道鱼果边,就等于败烂。 哇,这个是满满的食欲啊。 好东西啊,都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啊。 来,老公鸡。 天都快黑了啊,才吃上啊。 鸡还是老的好啊。 真的,真的,鸡还是老的好。 这个肉,特别特别正啊。 今天全是《物业战湖》周辈的特色啊。 来。 微散户的小螃蟹啊,小龙虾啊。 就那么你们知道啊, 微散户也是盛产龙虾的啊。 每年四五月份,南京很多龙虾店啊, 用的品质好的龙虾,都是微散户过去的啊。 这个算是野生的啊。 看,野生的虾就是大小不一样啊。 这个季节,它的壳子都很硬啊,红壳虾啊。 来。 看,这个黄。 哦,就煮一下,就好吃。 锅腿饼子,我刚才都偷偷吃了好几块啊。 这种地锅鱼,灵魂就是这个啊。 饼子比鱼更好吃。 这种地锅饼子。 太美太美了啊。 真的是, 吃不过来的啊。 微散户,小鸭蛋啊。 看着是不好看啊。 肯定好吃。 嗯。 它这个黄油啊。 黏黏黏的啊。 香的很香的很啊。 再找一块。 再找一块。 这种老鸡啊。 就,鸡皮好吃啊。 鸡皮脆脆的。 天下炒鸡,看山东。 山东炒鸡,看灵魂还是看藻章啊。 你们蒸一下。 我看个热了。 这是老爷对讲的啊。 藤州没有比它烧得更好的鲑鱼啊。 它不是新鲜鲑鱼啊。 它是腌过的啊。 还有点臭骨鱼的氛味啊。 这栋饭,让我有点惊喜啊。 我们本意是来吃这个老鸡的啊。 最后,老鸡是好吃啊。 这个饼子。 这个龙虾。 这个鱼。 哎。 就是路特别难走啊。 来这需要开一段那种很窄很窄的路啊。 会车都不方便啊。 值得来。 嗯。 我们从藤州过来就一个多小时啊。 嗯? 后面一口。 看我吃馋了啊。 一会儿给点给你吃吃啊。 今天是坐微山湖边。 喝微山湖的酒啊。 看。 微山湖。 来。 要不然你们总讲啊。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。 浪费了啊。 这杯酒应该进谁呢? 微山县。 藤州市。 两边都靠微山湖。 来。 微山老乡。 藤州老乡。 碰一个。 好。